有这么一个神奇的男人,你的爷爷管他叫大哥,你的爸爸也管他叫大哥,现在到了你,还是得管他叫大哥,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猜出来了,没错,他就是大哥成龙,不过让阿三第一次认识大哥的,不是罪权,也不是新警察故事,而是这部成龙历险记,这是阿三看的第一部美漫,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三一直以为他是一部国漫,记得小时候,每天中午12点,阿三都会准时蹲在老电视机前,就为了听老爹说上这么一句,有魔鬼怪快离开。 那么接下来,就和阿三带的大家,一起回到那个梦开始的地方,话说这天,考古学家成龙和几名同事来到了一座古堡,可突然,成龙似乎发现了什么,接着在队友不解的眼神中,他掏出防狼喷雾,对着地面喷了起来,呵呵,这么简单的机关还想暗算我,但队友就觉得他谨慎过头了,谁家机关保质期能有这么久啊,成龙见状也不废话,取下队友的帽子扔了过去。 经过这件事,队友全都服了,在大哥的带领下,众人顺利进入古堡内部,下一秒,无数的金银财宝映入几人的眼帘,看着面前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队友瞬间嗨了。 成龙刚想提醒他们要小心机关,但奈何,猪队友手速实在太快,完蛋,机关瞬间被触发,大门开始缓缓下坠,幸好成龙集中生智,一脚踢出长矛抵住石门,队友这才顺利逃出升天。 可长矛毕竟太细,负责殿后的成龙来晚一步,一个人被困在了里面,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下一刻,只见墙壁中射出无数案件,还好成龙反应快,一个后空翻捡起地上的盾牌,然后顺势化身美国队长,这才看看挡住袭击,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看着身后的暗道,成龙灵机一动,利用盾牌当作滑板穿过隧道,终于是顺利与队友会合,可劫后余生的成龙不知道的是,有两拨人马早已盯上了他。 画面一转,成龙回到自家的古董店,将盾牌交给了自己的叔父老爹,希望他可以帮忙破解其中的奥秘,要说老爹这人啊也挺有意思,他说话总是喜欢大喘气,就像是这样,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啰嗦了半天,老爹终于是想起了最重要的那件事,他指着边上的小女孩对成龙说道,No,她是你的侄女小玉,今后照顾着孩子的重任可就交给你了。 听到这话的成龙直接傻了眼,不是,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个侄女啊。 而这在成龙懵逼之际,店里进来了三个神秘人,开口就要买下那杯盾牌,但成龙是谁啊,一眼就看出他们不是好人,于是谎称自己已经把盾牌捐给大学做研究了,三恩眼见成龙油盐不尽,索性在店里搞起了破坏,幸好龙叔轻功了得,一通蛇皮走位顺利救下了所有古董,兴许是被成龙的伸手吓到,三恩暂时离开了这里,而为了搞清楚他们的身份,成龙将小玉交给老爹看管,随后悄悄跟了上去,可谁知,出师不利,因为一截破碎的水管 成龙暴入了自己的位置,嗨,好巧啊,车里三人一看,鸭喝,胆挺肥啊,几人立刻下车,掏出电子键就要收拾成龙,但我们的龙叔也不虚,闪转腾挪间躲个攻击,随后带着三人在公园里玩驰躲猫猫,说了多少次,不要在地形复杂的地方和成龙打架,倒霉了吧,凭借着蛇皮走位,龙叔将他们狠狠地叫训了一顿,三恩组吃了个大憋,只能慌忙逃离了现场,而打了胜仗的成龙刚准备打道回府,可一转身 差点没给他吓死,只见小玉居然正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这孩子有点东西啊,可还没等成龙说话,一个光头突然出现并利用防狼喷雾迷晕了他,很快成龙醒了过来,他惊讶地发现,对他下手的竟然是自己的老朋友布莱克警长,成龙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光头也没多说,直接将他带到了政府的一个秘密基地,这里号称是整部剧最安全的地方,没错,就是传闻中的13区,将成龙迷晕也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地址泄露,紧接着布莱克向成龙介绍了三恩组的来� 原来,他们来自于一个叫做黑手帮的组织,帮派的老大名叫瓦龙,而之前袭击成龙的正是瓦龙的三个手下,拉粪,阿苏和周,但不知为何,黑手最近迷上了收集历史文物,而布莱克找成龙也正是为了请他帮忙搞清楚黑手的目的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口中的三恩组,此时正因办事不利被老大瓦龙训斥,气急败坏的瓦龙叫了自己的得力手下特鲁,命令他想办法夺回盾牌 这时,瓦龙身后的龙形雕像突然口吐人言,原来,这才是黑手帮真正的幕后黑手,一直被封印在石像里的恶魔,圣主 为了以防万一,圣主派出自己的黑影兵团协助特鲁,巨大的危机正朝着成龙一家缓缓逼近,而对此一无所知的成龙,此时正在为另一件事头疼 就在刚刚,误以为布莱克他们是坏人的小玉,居然偷了一辆车,闯入十三区大闹了一通,这孩子真的有点东西啊 成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拦了下来,可人家毕竟是为了救自己,成龙也不忍心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老爹突然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成龙,盾牌不重要,盾牌中蕴含着魔法的符咒才重要 狗话还没说完,特鲁突然出现袭击了老爹,并要求成龙一小时后拿着盾牌和他交换老爹 成龙没有办法,只能带着盾牌乖乖来到指定地点,不过小玉早已潜伏在一边,只见成龙挥手扔出盾牌 谁知,盾牌在空中盘旋一圈又回到了成龙手中,而小玉则趁机就走了老爹 意识到自己被耍,特鲁召唤出黑影兵团包围了成龙,大战一出即发 虽说龙叔身手很好,但好汉也架不住人多啊,龙叔很快被逼入绝境 无奈之下他只能将盾牌抛给楼下的小玉,可谁知,特鲁这时也追上了两人 小玉和老爹没招,只能交出盾牌,达成目的的黑影兵团立刻跑路,效率极高的布莱克警长也在此时赶到了现场 盾牌被抢走,众人都感到十分沮丧,但别忘了本剧的第一大定律 顺境靠成龙,逆境靠老爹,绝境靠小玉 原来啊,盾牌中的符咒早已被小玉取了下来,不愧是你啊,玉姐 第二天,一家三口去吃早餐,老爹告诉两人,符咒上的图案是一只鸡,所以这是块鸡符咒 而像这样的符咒一共有十二个,分别对应十二生肖,但小玉哪有心思听这个呀,小孩子嘛都调皮 玩到间,小玉撞倒了服务员,餐厅被搞得一片狼藉 混乱中,没人注意到,鸡符咒意外落进了面里 而这碗面则被送到了小玉面前,对此毫不知情的小玉则连汤带符咒一起吞到了肚子里 阿三只能说,小玉不仅心大,嗓子也挺粗的 就在这时,吃鳖三恩组再次找到成龙讨要符咒 龙叔自然是不肯,战斗再次打响,结果嘛自然也不用多说,这三人全举唯一的作用就是挨揍 不是正在被揍,就是走在去挨揍的路上,也是没谁了 没坏,战斗结束,三恩组完败,只能溜之大吉 这一只,三恩刚走,龙叔立刻脸色大变 哎,不是,我人桌上的符咒呢,那么大的东西还能吃到肚子里不馋 成龙怀疑,是三恩组趁乱偷走了符咒,于是立刻就要去追 不过走之前也没忘了嘱咐老爹看住小玉 但我脚趾都能想到,小玉怎么可能愿意乖乖待着呢 另一边,三恩组正在向瓦龙汇报情况 身后的圣主看见三恩这么废物 无奈之下,只能发功制造出一个符咒定位器 而与此同时,成龙终于找到了三人 三恩组以为又要挨揍,转身直接开球跑路 后面的成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察觉到有人正在跟踪自己 于是将计就计,躲到一个拐角 抓住机会一把将来人揪了出来 没错,来的正是小玉 成龙刚想对小玉展开说教 可下一刻,大批黑影忍者突然出现 没办法,成龙决定和小玉分头行动 自己来引开黑影兵团 可他万万没想到,忍者完全不屌他 全都朝着小玉追去 小玉见状抄袭路边的滑板 带着黑影兵团上演了一出速度与激情 龙叔也是很无奈啊 只能靠着小推车跟了上去 很快,小玉甩开忍者滑到了一座桥上 但或许是由于速度太快 小玉没能来得及刹车 伴随着惯性直接冲出了护栏 可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之前小玉居然没摔下去 而是悬浮在了半空中 看来这就是基伏咒的能力了 没一坏,成龙也追了上来 但在两人以为安全了的时候 特鲁突然出现,一击打晕了成龙 画面一转,小玉和成龙被特鲁带了回去 他利用追踪器,得知伏咒就在小玉的肚子里 随即开始磨刀,准备取出伏咒 而小玉则结合之前在大桥上的经历 终于确信,基伏就拥有让物体漂浮的能力 于是他发动能力,控制货箱砸晕了特鲁 然后又操控刚磨好的砍刀 砍断了自己的束缚 可就在他准备去救龙叔的时候 听到动静的吃鳖三人组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一幕,三人立刻动手 但结果依旧是白给 还被成龙抢走了钥匙 脱困的成龙直接捡起两条鱼当做武器 这波操作直接给三人组看笑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解决完白给祖,特鲁又醒了过来 成龙见状,赶紧拉着小玉逃到二楼 特鲁也很快追了上来 抄起木箱,直接堵住了门 两人现在退无可退,只能应战了 只见成龙抓住机会跳到特鲁背上 特鲁转了两圈没看到人 忽然意识到人在自己背后 一个抬手就把成龙摔了出去 小玉见状使出佛山无音角 动作的确很帅,伤害也是真的没有 特鲁一口气,直接将其吹飞 接着抓住成龙,想要将其活活勒死 千钧一发之计 小玉发动符咒的力量将特鲁抬到空中 然后再狠狠砸下 巨大的威力,直接凿穿了两层楼板 好在,危机终于顺利解除 最后,在13区的帮助下 基伏咒被顺利取出 只不过,小玉也没少遭罪就是了 好了,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动漫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阿三,我们下期再见